她洗去手上的血字后 看了看自己挂彩的脸 露出一个恶狠的眼神 灌满两个水箱 又看了看手表 她好像是在等什么人 不久公寓楼下停了辆车 后座还放了两把大铁锹 车里的女人显得很紧张 甚至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两人穿过戈壁 前往一片沙漠 看到指甲盖里残留的血 她瞬间回想起昨晚的事 仅仅一个晚上 就让她的生活天翻地覆 男人本是一个清洁工 在办公室里加班的她 突然听到打斗的声音 她转身一看发现 一个女人被黑哥打倒在地 男人本能地抄起吸尘器 朝黑哥砸去 但英雄救美的桥段太过时了 她被黑哥撂倒在地 眼看男人性命不保 身后的女人站起来 给了黑哥当头一棒 就这样黑哥归系了 两人变成了杀人犯 途中他们突然发现 路边停着一辆警车 还好只是虚惊一场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 一个掩埋尸体的好地方 男人下车拿着铁锹开挖 女人则在一旁忧心冲冲 女人调整车尾对准深坑 然后将钥匙扔给了男人 男人拿着钥匙 慢慢地打开了后备箱 其实这两个人是同伙 男人在外无假装清洁 女人则坐在办公室 窃取公司机密文件 眼看文件复制成功 突然一束强光 照在了她的脸上 女人回头一看 是保安黑哥 她慌忙拔掉U盘 尴尬地解释自己 趁黑哥不备 摸出腰间的电棒 发起了袭击 有了接下来的故事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她还会给你一击大铁锹 女司机正在红绿灯口等待 看了一眼镜子 还好没脱妆 突然 如此惊悚的一幕 把女人吓猛了 她赶紧拿起车上的手机 正要报警 此时正好绿灯亮了 后面的车不停按喇叭 女人一哆嗦 手机直接下掉了 她想去捡 女人一路跟着这辆奇怪的火车 可她从白天跟到黑夜 这辆货车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直到夜幕降临四周屋 七麻黑 货车才总算停了下来 女人也有机会捡手机 手机意思一下 就自动关机了 这也太诡异了吧 但她来不及多想 货车上的女人还等着自己营救呢 女人鼓足勇气下了车 从后备箱拿出一个扳手 谨慎地走上前去 她溜了一圈 也没发现那个女人的踪影 于是她只好走到驾驶位置 准备破门而入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让人瞠目结舌 驾驶位置布满了蜘蛛网 像是尘封多年的盘丝洞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想要凑近仔细看 突然 女人紧紧握住扳手 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这时货车再次启动 消失在漫漫长夜里 三年后 这个男人太倒霉了 晨跑时一颗鸡蛋 从头上咕咕坠底 差点砸到自己 他正想输出国粹 可以抬头 楼上什么也没有 刚准备离开 男人觉得这肯定是故意的 立即想冲上去教育熊孩子 然而楼下的门早就繁琐了 路过的两个美女 也差点被飞来横蛋砸到 男人一改暴躁的情绪 提醒他们要小心点 一听到美女的话就释怀了 男人刚打算离开 这下谁还能忍 无论如何都要教训他一顿 男人气得直接弄坏门锁 顺着楼梯上去 敲熊孩子的家 要是再不开门 我可要报警了 果不其然 开门的就是个熊孩子 剑男孩躲在沙发上瑟瑟发抖 男人意识到自己刚刚太凶了 便走上前去尝试着和他沟通 却发现对方是个躺宝宝 目光也有些呆滞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情绪激动地赶男人离开 甚至还拿起小刀防身 男人只好暂时离开 正要开门时 他却听到一声巨响 男人打开卧室的门 发现了惊恐的一幕 而男孩坐在地上 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突然一个壮汉冲了过来 死死地锁住男人的脖子 还好男人比较灵活 很快就挣脱了出来 拉起男孩跑到外面